今日的医生愿力环节会和大家解答 关于复科检查方面的疑问 究竟何时开始做检查 如何与医生沟通呢 一起来看看 今天继续来到我们东华医院 有请我们的东华翡翠医师协会的 陈焕治医师和我们讲讲复科检查的问题 陈医师你好 你好 陈医师啊 究竟复科检查应该怎样做 何时开始做 和多久做一次呢 复科检查通常是一年做一次 当少女有了性接触之后 就应该做的了 如果暂时来说 还没有性接触的话 需不需要做这个复科检查的呢 没有这个性接触的话 其实当少女13岁之后 那个旌旗就来了 还有那个预防会开始有些改变 那么通常怡科啊或者家庭医生就会开始注意这件事 但是你讲到复科检查的话呢 通常是有了这个性接触之后才会做的 那么复科检查的过程当中呢 应该怎样和医生沟通呢 主要都是给机会病人和医生去讨论下有关性的问题 例如这个避孕啊 预防性病啊 又或者这个预防检查需知啊 另外就是今年期的时候啊 那些病症啊 例如这个失眠啊 含乙蒙失调 或者这个情绪的问题 失眠的问题 或者这个失禁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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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